根深日报社主办的第十六届 2020年根深日报被数学大赛 昨日在宫东高宫举行颁奖典礼 由社长谢力德亲自颁奖 勉励获奖学生 根深日报社主办的第十六届 今年是第十六届 主要是希望能够东部的孩子 在数学上的能力基础 能够更扎实更成长 那希望阿东地区的孩子 不要输在七八点 能够有从事各方面成就的发展 所以希望这个数学大赛 能够持续一直办下去 今年根深日报备数学大赛 报考人数共481人 其中有六位学生 跨级挑战成功夺牌 我要邱子庭 我就读东海国小 现在是四年级 那我分家的是五年级的 就是根深碑 然后我是银牌 然后我这次是第二次参加 就是我觉得数学就是要练习 我这次报考的是四年级 然后我获奖的银牌 阿嬷要分享平常什么准备考试 就是我上课全新进展 然后都回家游水平点 陈伴学校宫东高宫 今年有62位学生参加比赛 夺下二赢三同成绩 要办这样的数学比赛 我觉得对于孩子很大的鼓励 平常只有在自己的小班 小学校 可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比赛 跟同年级的小孩 做不同的竞争 然后他参加的经验 高一高二高三或者是国小 他都看得到自己的成长 然后在每一次的比赛当中 更可以挑战四人 我觉得很棒 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 进学进学 立即办 记者陈云珍 林耿宏 采访报道